哈嘍,親愛的迷迷小伯 小青龍從遙遠的北方回到了自己家中 好幾隻狼從藍圈裡面跑了出來 電量電量,最身上的皮革都已經有500張了 數量如此龐大的狼群居然能夠給我提供500張皮革 然後還數一下到底有多少隻 身上有65隻烤雞腿,全都用來消盡你們啦 雖然你們即將命不走影 但還是要氣地飽飽的嘛 姐姐啊,你就是為了讓他們防衍後代 進行下一波收割嘛 哎呦,不要揭穿我嘛 你看,我都已經花了65個烤雞腿啦 還有我的牦牛,吃也吃了 現在,我就要亮出我的刷皮革蜜訣 嘿嘿,記住這個角色,酋長夫人 具有吊帥三倍的buff 配合上狩獵幸運三 嘿嘿,六倍的加成美滋滋啦 來啦,沒想到現在送死都這麼積極啦 來嘛,開閘門 喂喂,怎麼都不按套路出牌呢 說好的一隻一隻的呢 一次進出了三隻,還有好多狼群 一隻蹭出來了 我怎麼突然有種關門犯狗的即時感啊 這皮革瘋狂的跳出來 不錯不錯,六倍的狩獵能力 就是飆恨啊 哇,這皮革的數量 再想一下狼圈裡還有這麼多狼 夠啦夠啦,繼續瘋狂的宰狼群 沒想到這一殺狼的工作也是極其耗費體力的 就這樣子我家狼圈裡的狼通通殺光了 就剩下一些即將孵化的小狼仔 除了狼群,我的牦牛也即將為之最後一戰做出貢獻 海獅喜歡殺牦牛,一箭出去 肉啊,皮革啊,就都掉了好多好多的 好啦,就剩這麼一點就留給他們防眼神息吧 你們說我能製作出混亂號角嗎 好吧,還剩180張皮革,可怕 在六倍的加成下,如果換成普通刷法 合年合約才能夠湊齊皮革呀 天亮了,我現在必須要再找一處松樹林 松樹林印象深刻的是冰原附近的松樹林 有目標找尋起來就快得多,穿越冰原 你們看,我已經找到了松樹林了 三隻小豬排排座,三隻狼群排排座 這下就有皮革啦 啊,運氣沒有生效,只有三張啊 雪盔,這麼一大片的松樹林,狼群幾乎沒有 只有零散的幾隻 所以小伙伴們,以後玩生存 第一時間就是要擴大養殖場 方便未來挑戰混亂黑龍 我這一整天辛苦奮鬥下 回到家裡,打開工具台 伙伴,我承認還是差一張皮革 這家裡剩餘的牦牛,對不住啦 通通變成皮革,還差十張皮革 嗯,雞兔子不自卧鞭草 但是現在已經來到了最後時刻了 臥邊草也是要吃地 你們看,這些都是從養殖場裡跑出去的 等這次仗義之後 會讓所有的生物回歸松樹林 好啦,混亂結晶成功製作 終於可以合成混亂好角啦 這一次全民挑戰混亂黑龍 素材料放到箱子裡 記住這個箱必生寶貝了 分享遊戲 好啦,一起來大戰混亂黑龍吧